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迈入了第三年 事实上台湾从疫情爆发到现在 国内的口罩大厂从原本的30多家 一下子暴增到了400多家 现在随着疫情趋缓 再加上了口罩供过于求的情况 对于很多的口罩大厂来说 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生存的挑战 我现在所戴的这个3D创意设计造型的口罩 才刚推出不到一个月 在市场上就已经卖出了30多万片 一片片口罩从机台产线快速完成 从疫情前到现在订单仍持续增加 但有口罩厂商抢不到市场 已经开始卖口罩设备打算退场 台湾一天的需求量1500万片 到现在缩减到六七百万片 那这么多厂势必有一个生存战 谁能活得下来 谁能留在这个市场上 我觉得背后的实力跟对 产品的熟悉度还有专业度 这相对是重要的 后来因为停止征收而且疫情趋缓 这个状况之下 那变成这些口罩功过于求 那厂商也越来越多 然后导致说很多 那个闲置的机台也在贩售 那再加上外销大陆那边的竞争 那个把整个口罩的价格压得很低 然后后面的后期投入的一些公司 他们就没有利润 后面跟进的他原本的经验 就不是在制造也不在这个通路 当然他的口罩的品质 再相较前几十家的时候 当然就会比较不好 是 所以因此在这一段的淘汰赛 他应该是往下一端走 所有的前面的口罩糖 他经历了从SARS到现在 他事实上他知道 他的口罩的这一种所谓的品质 从疫情前 疫情中到疫情后 口罩厂必须面对问题 还有这 之后可以生存下来的口罩厂 要有几个元素 就是像我们之前在疫情前的口罩厂 他对材料一定要懂 对结构一定要懂 对特性一定要懂 以台湾抗降口罩来说 同样的场景 同样的生产线 事实上在一年前 在这里专门生产国家 所需要素面医疗口罩 现在一年过去了 因为口罩竞争真的是非常激烈 因此业者引进图像授权 自行设计研发 当然还有就是客制化服务 多角化经营 确定经营定位与走向 内销加上外销口罩营业额 的供过于求售价一路惨跌 经营口罩生产11年 陈永志认为外销势必得做 现在确定将带着台湾品牌 插旗泰国设厂 外销全球 我们为什么会在别人测场的时候 我们还大举跨到国外去 台湾因为有一些贸易条件 对于我们做出口不是那么有利 泰国它是有加入东协的国家 所以它有很多国家 有十几个国家 它出口是零关税的 基本医用口罩需求 恐怕会随防疫放宽后迅速消失 现在民众追求时尚 强调口罩机能性 口罩已经不再只是防护 势必成为个人穿搭配件元素 对口罩厂来说 要长期经营 势必要翻转思维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